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兑现人之初性本恶之目的 从而获得自己的一种权力与荣耀的 如果把它当成荣耀的话 权力与成功的一种标志 因为活在当今的人 能够展现自己占有一切的和展现自己权力的人 很多人认为这是成功者 这是个男人 尽管他是二乙子 他也是个男人 他是这么表示的 这是今天人的社会当中的价值观 这是当今社会人精英阶层 在共产党的真正党文化的背景之下 已经潜移默化 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一种表达 所以成功包括人们就读的学位 拿到的文凭 挣到的钱财 买的房子 娶的老婆 嫁的男人 对吧 当娶的老婆 嫁的男人 把人的肉体作为一种换取自己成功的一个 一个一个途径 一个梯子 所以就变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就成了一个买肉卖肉的市场 买肉卖肉的市场的意思 是指以人的恶不作的贪欲 和那种盲从的完全活在别人眼睛里的那种感受 失去了自我生命的价值 在完全表达自我 却失去了自我生命的根本的过程中 展现它的伟大 它的存在的意义 它真实的内涵 所以诚信 承诺 便成为了一种真正欺骗的手段 而依法治国 以法律的名义 以契约的名义 和它的这种方式成为自己作恶的根本手段 就像我们曾经跟大家解释过的 有个人结了婚了 然后呢 他的媳妇结了婚之后 这个男人就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了 媳妇不干了 就把他告了 说他强奸 警察抓了他了 这是在一个当今文明社会当中 出现的一种现出现的一个故事 这不是一个两个 这个东西呢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文明的社会当中呢 就成为了一个明确的一种说法 它的行为对不对 从完全生命的角度 那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只从真正的就是现实 人与人相互尊重的一个单纯的角度 一种平等跟契约的概念去讲他 你就知道这个男人是邪恶的 这个男人在这件事情上表达了一份邪恶 他把对方当成了自己卸欲的工具 当一旦把契约当成了骗取肉体的一种手段 中英联合声明就是在今天的习近平的解读中 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呢 这已经是我们家里自己的事 我们经常听到说这是内政问题 这是内政问题 那中共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也都是说 这是内政问题 那个做父亲的强奸女儿 可不是一个两个 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 门户大开 门都打开 左邻右舍都可以看见的背景之下 左邻右舍该不该管 那女儿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为什么不能做 那是他们家里自己的事 那个女儿是女的不是男的 她有什么不成 这就是 所有朋友听着会觉得毛骨悚然 你这是什么道理 这就是中共政权 说香港的问题是我内政的问题 别人不得干涉 中英联合声明 当你把香港隔给我 就还给我中共国的时候 跟你没关系了 这就是我刚才解释的 它根本的理由 它是生命之恶的理由 那今天的人呢 在探讨 他中共 习近平的中共 表现在生命之恶上 但是今天的人们 在现实的环境中 太多的人 却在政治利益 国家权力的角度来讲 就是人的精英层面 去探讨 今天中共的体制的政治 所以呢 在生命境界上 生命本质上呢 就相差太多了 我说这话的意思 在两个小时之前 中共国人大 大概是2848张票 大概 2848张票赞同 六张票弃权 一张票反对 还有一张鬼票 鬼票就是这哥们没恩 还有一张鬼票 在这个背景之下 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 所以当他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之后 我跟大家解释过 在天灭中共中 他摁起了 开启了第二次大瘟疫 应该讲 非典三 将席卷中国大陆 是他亲手开启了这个 怎么说呢 灭绝之门 叫绝灭之门 绝灭这词呢 是风神演义当中呢 这个 用在的 阴交身上 用在 昼王的长子 阴交身上 我觉得 在故事的本身上 跟习近平 集体相想 阴交做了承诺 是真正的 红二代 然后呢 他的父亲 虐杀 他的父亲 虐杀了他的母亲 而且 其实当时 很想杀掉他 这是一个 奇耻大恨 在怀着仇恨 他拜了这个 广城子为师 广城子救了他 拜了广城子为师 学艺要报仇 当他学艺的过程中 那广城子最后 让他出去了 说 不成 你是这个 红二代 你是长子 长子的概念 就是商朝天下 都是你的 然后他就讲说 你得给我发誓 他说 师父 放心吧 如果我背信弃义的话 我一定遭到 离更之苦 离更之恶 就是用除吧 篱笆 给他脑袋嘎下 结果呢 他师父就给他 变了个戏法 他变成三头六臂 师父把所有的宝贝 都给了他 翻天印 有三样宝贝 落魂中 三 落魂翻 还有什么 翻天印 最厉害的翻天印 翻天印是打神仙的 打神仙的 这个落魂翻 打人的 还有一东西 一样三样 三样东西 应该从神仙到人 忘了那个第三样宝贝了 他用的不多 这是阴交 一下山 因个人之丝绸 从而一天一而为之 跟今天的习近平一模一样 他饱受共产党的虐杀 饱受女人的羞辱 他一辈子都是女人 羞辱他 他死在女人手里 在他一生的过程中 他自己没想到 走到这位置上 所以以最自卑阴邪的 内在的心态 当到了今天 欺骗所有帮助他的人 所有帮助过他的生命 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那当时这个 因为他的当时这个 阴交的身份呢 后来当时燃灯道人主持 说怎么弄他呀 这没招了 后来没招的时候 燃灯道人想起来 唯有一招 就请来天下诸神 人知道的至高的神 他们的齐藩 齐藩就代表他们的法 请来他们的齐藩 才能杀掉他 所以 这个原始天尊的 老子的 摇持圣母的 和西方极乐世界的 原始天尊老子 这是道家的 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佛家的 摇持圣母 那是天庭的 四面齐的会在一起 给他留下北门 最后被燃灯道人 用法力杀了他 来了四个大神仙 四个大神仙 这个这个 广成子 赤精子 文殊菩萨 普贤 文殊菩萨 慈航道人 还有这个 燃灯道人 而灭他的时候 包括武王 武王跟江子牙 战有一门 所以 这是我昨天 在涛格砍封神中讲的 这个 这个 殷胶被铲除 是从天上到地下 一统大一 当时的 应该是他去 到老子那儿 老子用了个字 叫绝灭 只有整个天上的 所有至高的神 会在一起 才能绝灭他 就是 绝灭 没有再复生的机会 跟今天他习近平 做出来的故事 一模一样 他背景的身份 故今天权力的一切 肆无忌惮的 蔑视整个人类的做法 撕毁任何的承诺 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 开启了天灭的 天灭中共的 最后 没有任何借口 也没有任何机会回来了 在香港抗争的过程中 嚷出了天灭中共 这就是在我眼睛里 相当一部分人 完全可以看到 习近平 中共 乃至香港政府 香港的警察 所有跟中共 同流合污的人 生命了 那不是人了 大家都会见证 天灭他们时的 悲惨的过程 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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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